中文字幕 李宗盛 很多人開始相信 正如普京入侵花蘭失敗 讓無法團結的西方國家團結起來一樣 習近平的清零失敗 讓勢不兩立的中共高層 達成了這樣的共識 必須阻止習近平危害黨和國家的生存 這個意味著 一場決定億萬人的命運 和中國國運的政治大博弈已經展開 這場博弈的核心挑戰 其實並非所謂的中國向何處去 而是中國權力博弈的論理和道德底線 應該怎樣重設 據看來講 就是怎樣讓習近平和他的支持者們 安排一條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退路 不難理解的是 這個問題解決得不好 會被中國帶來一場大難 並加劇正在惡化的全球秩序危機 而這個問題如果能夠解決 不單止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會迎刃而解 而且會讓中國 在不可避免的世界秩序重建中 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 很多人對中國問題有一種悲觀的宿命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們不信這個問題可能解決 但如果從文革和文革以來 中國權力遊戲的演變歷史來講 我並不是太悲觀 中國文明的權力博弈 有非常血腥的殺戮傳統 中共將這個傳統推向了極端 土改和鎮返的大規模殺戮 是毛澤東能推動極端激進的社會運動 非常重要的原因 也是幾千萬人 竟無聲地死於大饑荒的原因 文革時中共高層權鬥帶來的恐懼 連林彪這個接班人 都有了勸毛澤東不殺高層領導的念頭 因此毛澤東死後 避免政治殺戮是中共內外的主流所向 直到六四 鄧小平為了保權 漏洞了殺機 如果老報仇 對鄧小平的殺戮罪行不姑息 中國的權力遊戲 很可能要比今天的文明很多 現在 圍繞習近平的進退 中國的權力博弈 又面臨著重設底線的機會和挑戰 我之所以對中國實現某種歷史性超越好希望 有這樣幾個理由 第一 由於多種原因 習近平和中共高層的絕大多數 形成了一種恐怖的均衡 習近平雖然曾經以為自己掌握了刀把子 但發現自己先動手的後果 完全無法預料和控制 當然 習近平的對手面臨著類似的局面 無法預料和控制 才對習近平下手帶來的後果 第二 在社會基層和地方層面 也都面臨著類似的格局 一方面 對習近平和中共政權不滿相當普遍和嚴重 但絕大多數人 都害怕出現歷史上的亂世慘劇 雖然會有人產生 揭桿而起的衝動 但歷史上 有這種衝動成功的技術環境已經不存在 也就是說 只要中央政府還能夠運轉 歷史上 至下而上造反的機制已經失效 第三 外部環境也都非常害怕中國出現內亂 簡言之 中國的內亂不單只是周邊的災難 也是世界的災難 這種外部環境是史無前例的 第四 總體上 國人和海外華人的信息 知識 人才和經驗資源 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了歷史性的成長 足以支持建創一個和平 而且具有活力的內部和國際秩序 問題是 這一切都不是意味著圍繞習近平進退的政治博弈 必定會有良性的發展和結果 事實上 目前中國從上層到底層的恐怖均衡是相當脆弱的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無論國內還是海外 都不存在有組織的政治力量 來整合利用所有的積極因素 不過 這個因素也都比中共高層 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窗口 在解決習近平的進退問題過程中 從設中國權力博弈的底線 從而增加中國不陷入大亂的可能性 這條路徑之可欲容易理解 其可求的邏輯 將會在下面討論 以上是梁京的評論 我是潘家晴 多謝大家收聽